上标就是这么一回事 你想到你就要注册下来 谁先注册谁的 专例也是一样 金牌奖 2019年的创新技术博览会的金牌奖 我们在这边 这次奖状 奖牌在后面 等一下可以借你摸一下 不用钱 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个啊 你的原始想法是什么 原水越来越珍贵 现在更印证了我当时的想法 尤其今年美国西部已经发布了 现在大缺水 这个就是模拟浴室 给现成房子用的 装上我们这个积水器 联盆头挂上去 就可以把前段的冷水收集起来再运用 这个是给建商用的 盖房子之前清理 建筑师设计图的时候 就把这个整个系统画进去了 房子盖好以后 就可以把整栋大楼的前段冷水 都会流到出水池 就可以再运用 你要再使用这个水 要有想象力 有点像河水一样 河水它是每天一直流流过来嘛 对不对 这一套系统它也是一样 你每天都可以收集到这么多的水 那你这些水要怎么去把它运用掉 大楼里面它就会洒水啊 储水啊 然后它会有一些 例如说养殖啊 对 都可以运用 那重点是在于 你像这个是房子盖之前嘛 那现在如果说我们一般都是城污的话 城污就用这个 你这个水就直接就是变成 对 它自己准备一个水桶 嗯哼 看它家里的前端水有多少 它就准备多大的水桶 其实这个如果说 那刚好可以接到 例如说像洗衣机啊 那你水量最多的就是洗衣机嘛 这个是我就把那一套系统 请建筑师画了图 全世界第一栋 有沿风头集水系统的房子 它可以往后延伸 变成垂直森林住宅 前后阳台植栽 然后屋顶种植栽 这就是一栋垂直森林住宅 因为现在地下水都抽太多 最老是我们的这个底层下陷啊 印尼首都不是要前都了吗 墨西哥市也因为超抽地下水 它一直在下陷 像我们南部最明显就是 每一个地层 每一年它都会往下陷 尤其我们在农地 那农地它其实这个工具 它如果用在灌溉 所以放在很多层面食药 金牌借你摸一下 不用钱 不收费 看我会不会一样镀金 戴项链好了 哈哈哈 做成项链 这是金 太重了啦 做成项链太重了 不简单不简单 不简单 不简单 不简单